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长 我们今天又到了星期一了 这个国立年也快过年了 一年又快过去了 那今年也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 灾难特别多 特别严重 到现在这个疫情不但没有解除 而且还在升高 虽然有疫苗出来 那这个还有待实验 因此我们 这个户国息灾 就是不能中断 讲到息灾 就是要回到自己本身 这个 读了感令篇 我们 天天熏悉 就是 制造 善恶自爆 如影随形 灾缝 福报 没有门路 唯有人自己招感来 人制造出来 人制造 善恶业招感福报 招感灾佛 造善业招感福报 造恶业招感灾佛 人就是自作自受 读诵也是为了受词 受词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去行 行就是去做 我们现在叫实习 实行 只有读诵讲解 这是信解的部分 我们首先有了信心 进一步要求理解 把这个道理 方法 了解清楚 了解清楚要去做 要去做 如果没有做 也没有心得 没有心得 这个没有去行 所以佛法修学 就是信解行政 信解是在前面 因为你没有正确的认识跟理解 你去行 那 无法 得到结果 这个叫 盲修下恋 乱修了 修错了 那得到的结果 就很效果 想要得到好的果报 那可能得到的都是不好的 那修错了 那么 有解无形 说实俗保 有解无形 你懂了 你了解了 没有照这样去做 等于给人家算钞票 不是自己的 跟自己没有关系的 所以解行要并进 那么解行就是在我们生活 点点滴滴 像常理几要 地址归讲的 这个一个 一个动作 比如说 出臂故反臂面 那这一条 我们有没有去这样做 那这个每一个人 都要自己去反省自己 那只有讲 那没有去做 你还是得不到那个效果 那只是理解过 应该这么做 但是没有这么做 那得不到那个效果 那讲给别人听 别人他也 很难接受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常理几要讲 这个出门 要给父母讲 不然现在就是要打个电话 让父母家人 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你去什么地方 那如果太晚没有回来 他可以按照 你讲的那个方向 去寻找 不然在外面出的事情 家人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在常理几要 写入老人讲的 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 这个没什么 但现在呢 很多人 这一点都很难做到 都很难做到 以前我母亲讲 我大哥 他的个性就是 出去像丢掉 回来像捡到的 他出去从来不会告诉说 我要去哪里的 这个人跟他讲 突然不见了 有一次被我妈妈打了 然后他就跑出去了 他也没有去哪里 不知道去哪里 就跑出去了 我们后面有一个坛 以前我们住在五堵 后面有一个水 那个坛也是很深的 有人在那边被淹死 那我们母亲 天下父母亲 拿一个竹竿去捞 看有没有跑到里面 跳到水里面死了 捞了半天 然后他在后面说回来了 所以 这个就是 你走了 他也不告诉你一声 那回来他也突然就出现 等一下什么时候又不见了 也不知道 那就是 这是很实际的例子 那 雪如老人讲的 那出去他不讲一声 真的父母家人 他担心 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像我母亲 真的是天下父母亲 这个 他年轻 他体会不到 父母的心情 他体会不到 所以你看 他就做出那个 拿个竹竿去捞 看有没有掉到里面 被淹死 想想看这个事情 所以 我们现在 这个通信都很方便 手机的一个电话 告诉家人一声 我去哪里 那不然 这个人突然 这在啊 现在怎么突然不见了 人家会觉得 心里怪怪的 他去哪里 到底什么事情 身体不舒服了吗 还是临时有什么事情啊 都没有交代一生 是不是 如果我今天 我都不跟大家讲 然后大家准备好了 要录 等一下我没有下来 你们会不会去年轻 书去哪里啦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啊 我们是不是 都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同修 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 一点 你要去做 都不容易 所以这个要养成习惯 那没有这个习惯的人 刚开始他就很不习惯 因为他习惯不讲 习惯不讲 或者有时候讲 有时候他不讲 这个 都是要把它修正到 那你就是必须这样 要交代清楚 你去哪里了 你的行踪在哪里 不能 突然不见了 让大家 家人啊 有事啊 找了半天 那不知道 这个人去哪里 所以这个是常理 常理 常理就是人之常情 人都是有这种 感觉的嘛 人之常情 但现在人啊 没有接受这个教育啊 他觉得不奇怪啊 我为什么要讲呢 我要去哪里 是我的自由啊 是啊 你很自由 但是你又妨害别人的自由啊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人跟人相处 它是一个 一个 互动的 一个密切关系的 人是一个群积的社会 你不是 你一个人 独立可以生存的 你生存在这个世间 是依靠众人的 没有人说 他自己一个人 离开这些人群 他可以独立生存 都要依靠人群 所以人是一个群积的社会 那这个伦理有五伦 伦理 这要我们要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那我们应该尽到什么义务 什么职任 尽到自己本分的事情 去做 这个伦理 它是一个 佛法讲 华尔如数 它本来就是这样一个 自然的规律规则 那不是什么人去 去发明 去创造 去规范的 不是的 那自然是这样的一个形成 那夫妇 父子兄弟 朋友 金城 他这个五伦社会 你到哪个国家 都是有这个关系 只是外国人他不懂 中国的圣人 他明白这个道理 那不明白 他还是有这个五伦 五伦的关系 不会说没有 他还是有 就是你有没有 把它发明出来 那发明出来 那人才知道 你是 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你在一个家庭 你是什么成员 你该尽到什么义务跟责任 那这个才叫进本分 英光大师讲 闲邪纯尘 顿伦进分 伦就伦常 伦就是本分 你在这个伦常当中 我们现在 为人父母 还是为人子女 为人君 还是为人臣 还是朋友的关系 那这些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认识清楚了 那我们 互相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要尽到什么样 义务责任 那这个才叫 敬分 顿伦敬分 闲邪纯尘 尘 这个信念念佛 求神进度 运主一生 他没有弹显寿妙 讲得很平实 现代人最缺乏的 所以独感令篇 也是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那如果你没有照这些 伦常去做 那就是 大叫罪 小叫过 小叫过 所以 小者夺算 大者夺计 那就是计功过 这样 我们自己 要怎么修学 要清楚 所以我们 在生活当中 待人处事接物 要不断地来 实习 来这样做 来这样练习 那这样 我们讲 大家也才能 慢慢接受 那如果我们都不这么做 这个 只有读诵 讲解 我们该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这个 也很难收到 这个红华的效果 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以我们 大家协一条做一条 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 常理几要 地址归 这个好像教小孩的 很简单 这个 鸟科禅师说 白鸟去请问他 有什么高深的佛法 他就给他讲 诸儿莫做 众善奉行 他说 这个三岁小孩都懂 还要你这个大禅师来讲 他说三岁小孩都会讲 但是八十老翁 未必做得到 所以这句话是 那真正是大德讲的 明经见性的禅师讲的 他不给你禅前说妙 讲的那个你得不到受用 你做不到 讲得很好 像梁武帝 他是虔诚的佛弟子 建了四百八十座的大寺院 收容这个出家众几十万人 你看他在佛门 去的福多大 但是他自己也讲经 他没有开悟 一到达摩他没有开悟 没有开悟 他也讲经 他儿子也讲老子 那都是在弹贤说妙 所以 那讲到最后就亡国 都在讲 那为什么亡国呢 讲没有去做 没有去做 讲没有做还是要亡国 那我们讲没有去修 你还是得不到福报 就是跟自己就没有关系 就叫古人讲说时俗宝 那你一个小的地方 你都没办法修的 大的怎么有办法 这个我们也不要忽视这些小地方 从小地方做起 就是你要上101层的高楼 必须从第一阶开始上 你不要这个 你竟然 送人坐快速电梯 你还是从一楼上去 你不可能从那个当中上去 所以万润高山从低阶起 不能眼高手低 这个好高物严 一生都没有成就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